这个时候 这位神光虽然蒋经出名 后来开始生病了 病得找遍医生都没用 那时候他一想 哎呀 那位印度来的法师讲的可对了 我虽然蒋经智慧高 但是我现在一生病啊 我真的要死要活啊 我一点都没有所谓的智慧啊 所以自己就觉得很惭愧 就来跑道来找达摩祖师 那达摩祖师面壁不理他 所以各位都看过故事 这位神光他就断壁求法 他把自己的手切掉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血中流很多血 表达他求法的心 那达摩祖师看因缘到了 然后呢 才跟他说法 但是神光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啊 师父啊 我的心很痛苦啊 很烦恼啊 怎么解决啊 各位接下来你就要注意听了 达摩祖师说 好 你心很痛苦 来 把心交给我 把心交给我 那你现在没有痛苦了 因为你把痛苦的心给我了 那个时候神光才开悟啊 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痛苦的心 这个世间万法都是虚幻的 所以他就这样开悟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的意思啊 达摩祖师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修行人书读的多 有时候是伤害啊 哦 我很会讲金刚经 我很会讲六祖谈经 然后一碰到痛苦的事情 就很烦恼 很生气 然后他讲金一流 这个是没用的 没有空性 碰到生病的时候呱呱叫 因为你有一个我在痛苦 那大乘佛教 为什么直接讲无我 因为念一下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那一切有违法 那各位你要养成习惯 家庭 事业 成功 癌症 快乐 痛苦 这些它只是一个现象 如幻如画的 梦幻泡影的 就像镜子里面的影像 所以就像各位现在吹到电扇 感觉到有风 你感觉到有风是存在的 存在这风 本来它只是一个空性 为什么 它只是一个流动的空气 这样而已 所以它是因为有电扇 空气流动 感觉到有风 那如果空气不流动 你就感觉不到没有风 空气本来就存在 那所以这个风 你都知道 它只是暂时的 虚幻的 那各位 一阵风来 一阵风去 那是我们人 把爱情当真的 把牵着儿子 这个是真的 我的爱 我的心肝宝贝 这是我的成功 这是我的失败 这是我的健康 这是我的生病 那你就很痛苦 很痛苦 所以我们出家人出家 他就希望告诉我们 忘了自己的身份 忘了自己的外表 完全融入于法 各位这很重要 这个身体会死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涅槃那 安安在哭 佛陀说 只要有肉体 都有生有灭的 我的生命 是真理 他说安安啊 你不要为我哭 我会把我的 真正的生命 融入于文字 这个叫文字佛陀 所以经典 代表佛陀 但是我们要从经典里面 看到真正的佛陀 那叫各位要做到 经典的思想 行为 经典的思想 就是空性 经典的行为 就是慈悲 并不是说 经典就是佛陀 是我们要吸收到这个 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 希望各位了解 大乘的八观在界 大乘的八观在界 简单的说 是什么 来 做一天的观音菩萨 做一天的佛陀 或是做一天的阿弥陀佛 那叫八观在界 平常我们 为了柴米油盐 酱醋茶 为了儿童 为了家庭 为了事业 忙啊忙啊 那是八观在界那一天 那你要了解 哎呀这个世间一场戏而已 就像一部电影 但是呢真正的意义呢 是能够去帮助众生 所以以后各位八观在界 多去老人院 多去孤儿院 多去河边 多去浑木区 简单的说利益众生 就喂鸟 因为这个世间 苦难的众生 很多很多 我们去帮助他 那把佛法的力量 带给他们 如果你喜欢在家里 念普门品 念新经 也很可以 但是你要说 我念普门品新经 不是回向我妈妈 不是回向我儿子 我是回向所有法界众生 当你念经的时候 你要观想每一个文字 都变成一个太阳 不一样的文字 不一样的颜色 那魔恨 那魔观字 然后呢 哇 变满整个法界 利益众生 那这个功德才大 最后你再回向你的妈妈 那最后你再回向你的儿子 他得到的功德更大 简单的那一天 就说 念一下 一切都不执着 充满了悲心爱心 那就是我们过一天的 菩萨的生活 当然站在解脱道 受保管在这 做一天的阿罗汉 阿罗汉就是 没有贪嗔吃 身口意 守戒律 这么清净 这个叫 敬阿罗汉住 得到解脱的功德 那我们大乘佛教 不能为个人解脱而修行 这样就犯戒了 如果我们想要修菩萨道了 你来说八万在戒 是希望得到 现世的福报 来世升天 那就不符合大乘佛教 你是为了个人解脱生死 那也不符合大乘佛教 那我们大乘佛教 受八万在戒 是为了 为利益众生 愿众生 皆臣佛道 是为了这个而做 所谓众生 不是华人 不是马来人 是所有的友情 念一下 地狱道众生 恶鬼道众生 动物道众生 所有人类友情 天道阿修罗道 六道友情 我们为了他们 希望他们都成佛 乃至成阿罗汉 乃至得到暂时的快乐 脱离伤恶道 然后呢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受一天的八万在戒 然后为他们精进 众生业障重 所以我们替他忏悔 众生没念经 所以我们替他念经 众生没有供养 所以我替他供养 所以我每次供养 都用我妈妈的名字 就有人跟我说 哇 你妈妈福报很大 我说妈妈这个名字代表众生 这样而已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众生 有时候生不起感情 众生众生很虚幻 反正我又不认识你 但是想到妈妈呢 心里就很感动 很感恩 然后所以各位你要把 妈妈当作众生 众生当作妈妈 这个叫空性 平等 慈悲 所以以后各位你要吃肉 你就要叫妈 那你看还吃不吃 就是没有想到那是妈 反正好吃 我管你什么 那就是没有空性 没有慈悲 如果你要吃肉 就想到爸爸 想到妈妈 那块肉 他们会痛 我们就是没有感觉到 它会痛 所以你会吃它 如果你感觉到它会痛 你已经会考虑一下 反正还有蔬菜 还有这么好的水果 干嘛 为了满足自己舌头的欲望 把痛苦建立在他身上 因为一只猪被杀得痛 跟一个人被杀得痛 百分之一百一样 并不是猪不会痛 人才会痛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妈妈痛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女痛 所以有一句话 痛在儿身 伤在母心 心肝肝 对不对 我就是因为结婚生一个儿子 我才知道什么叫心肝肝 我以前都不知道 你读多少诗也不知道 心肝 是什么东西 但所以各位 你修行佛法要注意 如果你不把众生 当作你心肝的痛 那你读了一百遍 金刚经 地藏经 也看不到真理 我们只能说 执着 听说读地藏经有什么功德 读大悲咒有什么功德 但是我们没有那个感受到众生痛苦的心态 那就很可惜 那个不叫大悲咒 叫小悲咒 所以同样念大悲咒动机不一样 功德不一样 我讲了这么久 是希望各位感受到众生痛苦 为什么 他们现在正在上班 开车开来开去 电话打来打去 逗来逗去 不过为了赚一点钱 为了赚一点钱 杀生 卖肉 卖酒 卖烟 开酒吧 他们很可怜 这些爸爸妈妈众生很可怜 所以我要为他们精进地来受八观再解 你要升起这个想法 如果我不受八观再解 他们的痛苦更大 所以佛经说 一个人受八观再解 所有魔鬼都不会来 这附近 一个人受八观再解 整个地方没有灾难 所以一个人就可以影响世界 可以减低众生的痛苦 所以各位今天在观音菩萨圣诞 受八观再解 更要有这个心态 我要百分之一百的认真 来受八观再解 追求空性的智慧 追求慈悲的能力 用我这样的精进 减低所有人类 所有动物众生的痛苦 我越精进 他们越不痛苦 所以对我来讲很好 我妈妈得癌症非常痛苦 两个钟头发烧 两个钟头冰到整个床都在抖 我就一下拿热的帮她敷头 一下拿冰块帮她退温 我这样跑来跑去 我觉得我实在是很没有用 我妈妈快死了 然后她又忍 我妈妈这个人再怎么痛啊 她都忍 她就是不叫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 就像我妈妈天天还在牙痛 她不看医生 她说看没有用 然后她就忍着痛 然后因为太痛 所以她就不吃东西 我如果想到 我真的就心痛 我天天观想我妈妈的牙痛给我 所以那各位 当然我感谢我妈妈的实现 我觉得我妈妈就是众生的痛 她24小时都在痛 感受啊 她就温温啊疼 也不是很多 就是感受到她牙齿不舒服 看医生也没用 她真的看了几十个医生都没用 她已经对医生失去信心了 没用 怎么骗她都没用 但是呢 她就是忍 所以我们一定要感受到众生像妈妈 她就是在这种痛苦的阶段 所以我们不敢放逸 谈睡觉啊 放逸啊 唱歌跳舞啊 因为我们一精进 妈妈就不叫不会痛 所以以前我妈妈 她痛得很厉害的时候啊 她胆有问题胃有问题 我只要跪下来 被念三昧水灿 那个时候我还在家 我只要跪下来她就不痛 我只要忏悔她就不痛 所以我的妈妈 变成我的慈悲温度器啊 我只要 只要她痛 我一想到她就绝对不会痛 所以我只要又很自私啦 又想到我自己要休息了 然后好像她又开始痛 那佛陀会叫我们要这样修 这个佛法像冷气一样 像空气一样 所有众生没有空气 她就会呼吸困难死掉 没有冷气她就会热 所以电扇不能停 冷气不能关 就像观音菩萨的甘露水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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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能停 一停 那些孤魂野鬼 马上嘴巴就喷火了 身体要被火烧了 就像太阳 太阳24小时的光都在 很多人在研究太阳光 怎么来怎么来 事实上太阳的光是日公天子 累劫的悲心 慈戒 念一下 慈戒 孝顺 不失 点灯 这四个功德 这个四个功德的力量 然后对众生的悲心 发普利心 所以他这个光永远都在 但是各位在睡觉 太阳光还在 只是我们地球转到另外一边去了 所以日公天子的悲心 24小时都在 因为他不能停止 如果他的太阳光停止 整个地球变成冰块 所有地球友情都会死掉 他不能停止 所以太阳光是如此 月亮是如此 风是如此 蜜蜂 水都一样 所以各位要感觉到 世界的万事万物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树 全部人都没有氧气 因为树把我们呼出来的 不好的恶氧化碳吸收了 吸收以后 换成氧气给我们 所以人不能够离开树 那佛陀要我们 有这样子的感恩的心 对树 对草 对太阳 对水 对土地 都要有这种感恩的心 而且他们在这种痛苦的状态 来吸收我们的苦难 所以我们各位没办法出家 24小时行菩萨道 但至少在佛菩萨的节日 或是六灾日 站在菩萨道 地藏经还写了十灾日 都要精进地 保持在不自私的空性 以及对众生平等的大悲心 将来恢复佛性的生活 这才是我们念一下 本来面目 我们的本来面目 不是男人 女人 有钱 没钱 凡所有相都是虚幻 我们就是有执着 所以被卡住了 所以金刚经要我们念一下 因无所住 而升其心 所以因无所住 就是一点都不执着 了解一切都是空性平等的 而升起平等大悲心 帮助痛苦轮回的众生 所以各位 今天你暂时放下吧 你平常很担心你的儿子 你平常很执着那一份感情 你平常很执着你的外表 漂不漂亮 很执着你的事业 如何如何 会造成你的心理压力 这个心理压力也会造成你肉体的痛苦 也会障碍你的智慧 如果我这个出家人 我还在担心我个人的财产 过去的太太 儿女 那我就会看不懂经典 我把经典背起来也没用 把金刚经讲的滚瓜烂熟也没用 为什么 人家听不清训 一文解义 三世佛烟 你只是在讲中文 不是在讲佛法 很多人把佛法解释得很好 但是对方也听不懂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真实的金刚经的空性 他讲普门品 他对我们一点都不慈悲 讲完普门品一人收二十块 如何如何 那一点都不慈悲 那你念普门品没用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简单的说 来 念下来 完真的 各位你要修行要真的 佛教的真是真理 真相 无我相 人相 终生相 受者相 这个真就是空性 空性显现出来 大慈大悲 平等一切 那如果我们对很多经典不容易了解 那各位今天就是 因无所助 一点都不执着 所以各位你不要把你的压力再带过来 虽然我刚刚提到我妈妈在生病 对我有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 是一种慈悲的压力 我的妈妈要我 以对她的方法去对待众生 这样就对了 所以我这个妈妈 是我慈悲的温度器 我不能混 因为我执着我妈妈一样 所以妈妈快乐我才快乐 妈妈一天痛苦我就没有办法忍受 所以我要每天都很精进 所以那我想各位 这个不是压力 慈悲不是压力 慈悲是一种力量 但是呢执着的爱是一种烦恼 是一种压力 所以各位今天放下 不要去想恨的 不要去想爱的 所以我问各位 有没有人欠你钱 暂时忘记 没有 有没有人恨你 没有 因为你要全然放下 你不要有个压力 我老公对不起我 你一直有那个压力 看你那个脸就像完蛋了 香蕉脸 忧郁没有老公对不起我 那个脸就压力了 我儿子不乖 就一直放在心里 那你这个长期以来 造成身心的压力 就会有癌症 就会有病苦 所以八观灾界佛陀告诉我们 念下来 一时涅槃 今天就是涅槃的快乐 远离世俗的压力 出家清净 所以这个地方叫空门 清净叫空门 不要有压力 压力是自找的 放下就没压力 但是我们要放下自我 却要承担众生 那希望各位今天一日一夜很精进 想了地狱到 饿鬼到所有得癌症的 那些国家这些政府官员领导 他们压力好大 做事也有压力 没做事也有压力 所以他们都好痛苦啊 所以我们要很精进的修行 减低 让世界没有灾难 让非洲赶快恢复没有饥饿 让叙利亚的战争赶快过去 让很多地方的群流感 赶快消除 因为众生都在被火烧 轮回的众生 时时刻刻都在苦的状态 所以念下来 无常故苦 无我故空 这个世间一切变化无常 所以这个世间就是在苦的状态 各位还没有体悟好 如果体悟好 你早出家了 三界如火载 快走 这个世界没有快乐的 这个世界是一个火灾现场 怎么有人会待在火灾现场 所以呢 三界皆苦 我们此事来清凉洒干露了 无能安知 学观音菩萨 有苦难就有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骗傻堪露 为什么 因为众生二十四小时都在受苦 只是因为众生现在有一点快乐 他就忘了痛苦 就像嘴巴有蜂蜜了 忘了下面有老虎 上面有蛇了 佛陀比喻我们就是这样 有一点点快乐了 现在老公对你很好 幸福 幸福 得癌症也幸福 你老公对我很好 我有一份很好的感情 那你就忘了痛苦 所以这个世间还好 虽然我们随时在变化无常 那有一点点快乐 会让你觉得没有痛苦 但是如果你到天上就不好了 到天上纯粹快乐 所以他就不会修行 到地狱二轨道 他纯粹痛苦 他不会修行 那我们人间又苦又乐 多苦少乐 就像你上班29天 终于最后一天快乐 拿到薪水 然后呢 拿到薪水 快乐几天就花光了 然后又继续辛苦一个月 有些人说 我忙一年 赚钱 准备买一部车子 然后他要忙 365天 终于拿到一部车子 坐在那边 车子是我的 辛苦来的 搞不好你只买两个轮子 人家买四个轮子 但是人就是这样 虽然辛苦 他得到一点点钱 他就可以满足了 所以各位呢 那你千万要记住 这个痛苦永远存在 为什么 变化无常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像各位坐那么久也会苦 坐也苦 站也苦 不然你回家躺着也痛苦 这个叫在家 坐也痛 站也痛 坐也痛 每天都在痛 是吧 你们这边是讲福建话 讲什么话 广东话 有钱疼 没钱疼 有母也疼 没母也疼 没母也疼 没儿子要嫁 有儿子要离婚 离婚 离婚还算你放得下 有些人 艰苦也会离 艰苦 每天玩家修饭也要倒顶 因为 这个世界就是痛苦 有无同忧 那各位佛陀告诉我们 痛苦不是对方给你 不是你老公给你痛苦 不是你老婆给你痛苦 是因为你有一个我 希望对方爱我尊重我 那个我让你痛苦 因为你有一个执着 所以我想你得癌症也没什么痛苦痛苦 因为佛陀也生病 这个世界有身体 没有人不生病了 但是你不能接受 为什么别人不得癌症 如果大家都得癌症 你要感恩 我感恩 别人都一百七十公分 我一百公分 我不感恩 别人都皮肤白 我什么黑黑的 我不感恩 因为人有这个比较 所以他觉得痛苦 如果所有人类都一只脚 那你就不痛苦 你会奇怪 我为什么两只脚 所以问题是各位 比较是痛苦 分别是痛苦 那我们所八万在戒 外以八支 内以六念 就是透过戒定慧 八支就是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今天不能有男女的云域 全断邪淫 不妄语 不喝酒 今天也不能吃葱蒜 不爱漂亮 不化妆 今天不能睡夫妻的床 不睡卧高广大床 今天不能唱歌 看电影 看电视 卡拉OK 要保持清净 今天晚上不能吃饭 为什么晚上不能吃饭 晚上不吃饭 明天早上四点就会起床 自动冷 减少睡觉 晚上吃饭 不会想老公 想老婆 没欲望 晚上睡觉 那你的胃部 肝部 肾部 休息一天 不会生病 所以各位 你如果身体不好 晚上不要吃 或是喝个汤就好 你晚上吃越多 又喜欢吃宵夜 然后你的器官附和不了 因为它必须花很多功夫 去消化你的东西 特别吃肉的人 吃肉的它会短瘦病多 吃素的它会长瘦身体有力量 因为它自然消化 草食性的自然消化 不用浪费你的器官 所以今天晚上不吃饭 除了健康 没有欲望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来 慈悲鬼道 因为到了黄昏晚上 大部分的孤魂野鬼 就跑出来找东西吃了 那个孤魂野鬼 比蚂蚁多百千万亿倍 只是你人类看不见而已 然后如果有人晚上吃饭 吃一口饭 所有孤魂野鬼就会吐火 为什么 孤魂野鬼只要人家刺激他 说在吃东西喝水 他马上就会吐火 烧他的脸 烧他的全身 所以站在大乘佛教 了解这个道理 晚上不吃饭 因为吃饭会让孤魂野鬼吐火 所以我各位今天 如果守八观在界 晚上不吃 整个古境地方上的二轨道 今天都不会吐火 太慈悲了 只要有一个人守八观在界 他们就不吐火 这慈戒的力量 那现在大乘佛教的法师 也不见得每个都做到过午不时 但是至少他们做到怎么样 要吃饭之前先施食 四点半他们做晚课 就要蒙山施食 像我们现在前面后面都在做烟供 在施食 不施食物给他们 烧很香 撒水给他们 我们来受八观在界 希望与戒的功德 减低他们的痛苦 回向给他们 他们可以升天 去极乐世界 所以晚上不吃饭很慈悲 如果你要吃至少要施食 那把晚上这个吃当做药 那吃完干嘛 去祝念 继续去慈悲 那如果站在解脱道 晚上他们不出门了打坐 那如果纯粹的打坐 不要吃饭比较好入定 但是如果你要做菩萨 三经半夜还在祝念 还在帮助别人 还在做很多事 那老和尚 我们中国说晚上可以吃 不要贪 因为你这个体力是为了慈悲 是怀着菩提心而慈 这样 那如果你的身体本来就很好 能够利益众生 又可以做到过午不时 那就是你有累世的善根 很有福报 好 那各位了解 大概受报官在界的意义 外表受八条戒律 包括断除欲望 内心里面修禅定 保持念佛 念法 念生 念天 念戒律 念布施 然后呢 以这样子来开发自己的菩提心 空性的智慧 那一天之内圆满六度波罗蜜 念下布施 我们今天受戒 所有功德回向给众生 为众生点灯 放声 叫布施 也消除自己的贪心 第二 持戒 那我们今天一日一夜持戒 绝对不会伤害众生 要把持戒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让他们往生净土 升天 第三 忍辱 那受报官在界 各位晚上不能吃很多不方便 大家挤在这个地方 但是